大家好,我是大聖白衣菇 这样做鲜嫩好吃,聚消患 吃出健康,姐姐夹胖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 首先准备适量的白衣菇 把根部切去不要 然后装入大碗中 倒入清水,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控干水分装入碗中备用 提前泡好的木耳,清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西红柿,对半切开 再把中间的印心切去不要 然后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根小葱 葱白和葱绿分开切 葱绿切成小段 葱白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半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个鸡蛋打入碗中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上备用 把锅中水烧开 倒入白衣菇和木耳 炒水三分钟煮熟 然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装入碗中备用 热锅放油 油的时候倒入鸡蛋液 开大火 鸡蛋液凝固之后 炒成大一点的小块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 再把葱蒜片倒入锅中炒出香味 再把西红柿也加进来 翻炒炒出汤汁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再把木耳和白衣菇也加进来翻炒 然后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盐 一勺白糖提鲜 然后翻炒均匀 再把炒好的鸡蛋也加进来 小葱也加进来 然后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份白骨炒蛋就做好了 这道菜口感非常清淡 营养又豐富 简单快手 鲜香味美 老人孩子都喜欢 做法原来这么简单 快收藏起来 四十八 关注我 每天写作一道菜 你也是大猪